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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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们也需要留意它的厚度 如果它太薄的话 煮完出来就会变成汉堡包牛肉 这样就会没有肉吃 而在之前 我已经将这些牛尾用清水将它们融入冰了 因为牛肉一碰到盐 它的肉质就会变硬 所以就不要用盐水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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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把配料先 首先我们将这两个洋葱 绿反的蒜头 5枝的香茅 和3只纸天椒 用搅拌机把它搅拌 完成之后 就可以放200毫升的茄汁 再放多50克的茄膏 然后就可以放多2茶匙的黑椒碎入去拌均 因为这个茄茄汤要加少少的辣味 做出来的牛尾才会好吃 而乐子天椒的份量 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加减 将所有材料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备用 如果就这样拿牛尾去飞水的话 煮出来的牛尾是会没有了一大截 所以在会议这些牛尾之前 我就会预先把它拿去煎一煎 来代替飞水 在煎些牛尾之前 我们就要记得 一定要将它表面的水分抹干了 接着在下牛尾之前 我们就一定要将锅烧到最热 一会儿在煎牛尾的时候 它就不会黏底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回适量的冻油 接着就可以调小火 将所有的牛尾都放入去煎香了 或者你会问 为什么不用平底锅去煎这些牛尾呢 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用这个锅 去将材料炒香 和煮个番茄汤出来 如果用平底锅来做的话 就会有点点难度 当你看到牛尾煎出了血水之后 就可以翻一翻它煎到另一边 而用煎的方法来代替飞水的好处 是可以利用煎出来的牛油 用来一会儿起锅 整个番茄汤做出来的味道 就会更加香和更加浓味 当牛尾四边都煎香之后 就可以将它们放入另一个锅里备用 刚才也说过 煎牛尾除了可以令到汤更加浓之外 最终的目的 是要用这些煎出来的牛油来起锅 所以就可以不需要洗锅 接着就可以保持用小火 将四片姜放进去煎香 当姜煎到微微转金黄色之后 就可以将刚才教好的配料 都放进去用小火炒至出香味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将全部配料打碎了 所以在一会儿煮汤的时候 它的味道就会快出很多 当你闻到一股很强烈的洋葱味之后 就可以将四条葱白 四片香叶 和两个切好的番茄 都放进进一步炒香 因为茄汁和茄糕在炒香的时候 它的味道会很强 再加上现在有洋葱的香味 基本上现在应该会有些功比 当番茄炒腍之后 就可以倒大约1.5L的清水进去 然后再用大火将它煮起了 接着就可以放多1茶匙的糖进去 等一会儿在焦牛尾的时候 牛尾可以移淋些 由番茄汤煮起 我们就继续保持用大火 将它煮多2分钟 等全部材料的味道可以逼出来 2分钟之后 就可以将这些番茄汤倒入锅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牛尾回1小时 现在的汤汁的味道 基本上是不需要调得太浓 如果味道不够的话 就可以留后期再補进去 1小时之后 基本上现在的牛尾是还未淋 这样我们就可以将40克的西芹 和切了的甘筍都放进去 在放西芹之前 记得就要将它的外皮削走了 看了这么久 是不是发现味好像少了些东西 没错了 咸味我们还未放进去 因为在牛尾上加盐 是会令到它的肉质变硬 所以我们就要放3汤匙的鱼露进去 这个汤除了有咸味之外 味道也会更加丰富 由下了西芹和甘筍起计 我们就将牛尾煮多半个小时 然后就再熄火烤多半个小时 让牛尾自然变腍就可以了 全程炆烤了两个小时之后 如果你用一支筷子顺利挤得进去的话 这个超好吃的牛尾就能吃得了 今集的番茄热牛尾就大功告成了 深水清的你都应该会发现 这个用农汤做出来的热牛尾 基本上它的做法是和煮罗宋汤是差不多的 但因为那个汤里面加了少少的香茅 再加上用了鱼露来调味 所以它的味道是会比一般罗宋汤更加丰富的 而整个馅做完之后 基本上你已经有一送一汤 那就可以省水省力了 今次就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麻烦给个like 给我麻烦哥 而订阅我的朋友 记得大力点 按住小铃铛 拜拜